花蓮县政府在今天举行 庆赞中原祈福法会 由副县长严新章 率领着县府各局处首长及同仁一群古礼 备妥了鲜花素果等丰盛祭品 供奉四方诸神也祭拜好兄弟 祈求各界保佑 花蓮能够平安胜利 花蓮县政府举行 贾成年庆赞中原祈福大法会 由副县长严新章 率领县府各局处首长和同仁一群古礼 备妥鲜花素果等丰盛祭品 供奉四方诸神并祭拜好兄弟 法会县长布置中原树木 县府各局处诚心祭拜各式丰盛森林 以及共评 充满诚心之意 会县长言行上感谢县府同仁们参与普通法会 祈求同仁们能够持续努力卫功 倾心精力推动宪政 并且祝福同仁们和家安康工作顺利 政府行政团队 政府行政团队 与ρα整鉄道通不忍律 全家安康工作顺利 为0.4.58.5up刀 绝逃本丶将amicому好天 推动为9.5元 练本国家安康委在10.5 kia 公寿与12cm全然 enferming ox uшь 传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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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佳奈良言心中 所以的全体同伴们在法会上 助导一群鼓励前程敬拜 并且以三贵十二叩首 最敬礼向皇天透土 天公地母 四方诸神前程祈福 祈求诸神持续护佑花莲献尽平安 乌富民风 百叶兴旺 五股丰登 场面庄严树目 普度法会在父县上 严新章及全体同伴们 诚心祭拜中 圆满顺利结束 记者 传雄华之佬